我好想看到你的唱跳舞 开飞机 真的吗 你为什么沉迷一些交通工具 配股都坐扁了 那你有办卡吗 办了办了 土地里砍钻出来 然后提上墙 东方风云榜交个新朋友 我们今天的新朋友是张碧晨 欢迎张碧晨做客 闪电咖啡馆 最近正在录制天赐的声音4 对 其实再度参与这个节目当中了 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今年节目形势变化特别大 会一次性交到很多新朋友 会有很多新的音乐形势的碰撞 音乐综艺录的比较多 会不会每次录制的时候 就像是好友团见一下 这个节目你也来了这种感觉 对好像是一直在见各种很熟的朋友 然后大家这个节目见完了 另外一个节目又见 反正一直在各种见 这档节目当中 就大家很多的普通观众感受到的 就是会有一些火药味比较重的 点评的环节 他们今年还好 比往年温柔一些 用一种什么温和的 让大家能够接受的方式 来表达建议和批评 对啊 不是说批评就非得 就是非常的那个剑拔怒章 对 也不见得批评就一定要那么腻儿 在那么多的音乐综艺节目当中 你最喜欢自己的哪一个舞台 胡广生吧 从那个时间节点开始 跟我以前的所有舞台都不一样 天显稳兔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组合 他们两个带给我很多不一样的刺激 他们是把我一直在舞台上想展现的一个部分 给我一个机会展现出来的 然后让我可以从那个舞台之后放心大胆的继续做这件事情 有一个自己特别想表达的东西 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机会 对 然后我还听说除了音乐综艺之外 你自己今年也会有演唱会的计划 对有演唱会专辑已经陆陆续续在弄 粉丝会在一些你之前这个唱跳的视频下面说 我好想看到你的唱跳舞台 所以在这个演唱会会有计划之部分 看看能不能C的下 如果C的下就或许会有 综艺舞台上也会有唱跳 我很喜欢你这个用词 就C的下就感觉已经很满了 就这个计划当中 生活当中会回看自己的节目吗 播之前就已经看掉了 就是踩爬的时候就会看他们给我拍的反送 因为要去反复确认什么事情是做到了 然后什么事情可能还差那么点意思 就对自己的活很上心 就要总结吧 我觉得就是每一个舞台都是不一样的 然后要总结经验教训 那你在回看这个节目的时候 你会关注什么细节 比如说舞台舞美 走位表情 唱其实是放在最后一项的 因为唱基本上不太会出什么大问题 其他的东西更不可控 那也不是所有人都是对自己的唱非常放心的 那我觉得在音乐上 我遇见了人大家唱都满脸 所以就是一种高手的一种对决和碰撞 才会出好的效果 我有看你一个Vlog 就是你的关注点是让我蛮惊讶的 你就是在看自己的节目 然后说 哇这个也太好看了吧 然后说哇你看这美甲 然后然后原来你就夸的是自己的美甲 这也太好看了吧 然后那次就是很长时间的第一次做美甲 然后就很兴奋 觉得很好看 还有粉丝说 就是他给你起了一个名字 就是张国锋爱美甲 做过最复杂的一个美甲 大概花了多少 基本上都是四五个小时期 睡睡吃吃吃吃吃睡睡 就是写过来之后发现还没好吗 还没做好 才做了一只手这样子 但现在不这样 因为太久了 对啊 那你有半卡吗 半了半了 真卡 因为那女孩做得很好 因为我做的全是手绘 我不喜欢贴钻 然后后来实在熬不住了 后来我说你搞简单一点 就贴点啥吧 然后就两个小时就能搞定 不然的话 这个四五个小时就在这里也买 佩服都做扁了 那做四五个小时我真的 上微博参与东方风云版话题讨论 看嘉宾趣事爆料 一起来揭秘吧 明星手艺人 接下来这个环节呢 我们就是会邀请嘉宾 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个 或者学习一个新的手艺活 那今天这个手艺活还蛮特别的 咖啡上写字 然后之前我是在一个咖啡馆里面 特别遇到了王老师 他本身呢是一个书法老师 做咖啡是一个兴趣来的 所以说他就研发了一个很符合 他职业特性的咖啡 就是在咖啡上写字 我们今天就要来挑战一下 我们先看老师做一下 看你怎么办 据说这个墨汁它不是真的墨汁 它是什么咖啡吗 它是咖啡业 咖啡业 这是牛奶是吗 这是一种比较特别的奶 因为不是美中奶都能写字 它肯定是一个密度很大的奶 它只是因为有一个植物的油脂 可以拖住它的墨 然后我们就写一个符字好吗 好好好 上次有人让老师写那个 砰砰砰面的砰 对给我出大难题 那过年的时候 应该会有很多人来找你写字吧 超级多 哪些春联什么发财之类的 好一个符字写好了 然后我会做一个 类似于像比较流行的dirty 它会有一个挂臂 这个还蛮漂亮的 张总想写什么 写乐吧 那就写一个简体的乐吧 这样会比较简单 而且简体的乐和我们的音符还挺像 基本上一笔要占一次墨 一笔要占一次墨 它占起来是要逼下还是不逼下 就正好不低了就可以了 它会比眼线也比较再薄一点 对大概就是这个感觉 它其实可以反复的去改 张总感觉有一些书法工计在 从哪看出来 有笔缝 因为它有那个 你在家写过春联之类的东西 不行 因为我家里有爷爷 爷爷会写 爷爷很喜欢这些 买个花 种个草 写个书法 那你在唱一些薄蜂的歌的时候 爷爷爷应该很喜欢 他也不太关注我 还有他自己的老年生活 最新自己的兴趣爱好 这个音准的同时 手也很稳 对啊 所以如果是手不稳的话 它只能就写在上面会晕开 对不对 快乐的乐 也是音乐的乐 感觉到那个奶在凝固在那 是吗 它这个触感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是的 它这个怎么怪啊老师 你就沿着它的杯笔 一点点到是不是 沿着它 就是像我们倒啤酒的这个规矩 似的不能有很多墨 很棒 撒出来了 感觉是个泼墨大作啊 这个 加一下我们的花瓣 也是要轻轻的这样撒 是不是 对我们叫香精嘛 我们可以在这个墨上面 给它把花瓣给它点上去 很喜庆整个设计 好啦那我们今天张总挑战的这个明星手艺人 在看上写字 看来是挺乐呵的 大成功 那你的日常的Vlog里面 其实还有很多有意思的生活片段 去唇毛的时候烫伤之类的 然后还有什么骑摩托车啊 还有考一个证 对不对 就考摩托驾照 对 然后我以为的摩托车是那种机车 然后我看到你那个视频 发现你这个 三轮 对 三轮摩托 你当时为什么会想考这样的一个证 不它因为是这样的 如果你考摩托车的话 就只是两轮的话 你就只能骑两轮 但如果你考三轮的话 是两轮三轮都可以骑 然后成本是一样的 当然就考那个比较复杂的 张总真的很经济适用 现在已经考过了嘛 如果你要骑出去的话 你第一个想在的人是谁 我经纪人吧 可能 为什么 成天要跟着我工作啊什么的 然后就是他自己也不会开车 我还挺喜欢开车 但有的时候会泛滥 尤其北京堵车的时候就很崩溃 但我觉得摩托车就不一样了 是 结果很开心 会不会有那种小时代 一样的电影场景啊 就是有一天说 要来不及了怎么办 经纪人很着急很着急 然后张总又看着 来上我的车 很拉风的那个场景 对 很适合在北京开 是你开过了吗 还没 还没 还没买 没时间 就找一个时机 对 兜兜风啊什么的 而且现在季节还蛮适合的 马上就适合了 开去有风的地方啊 对 对 今年还想get什么技能吗 我感觉你是一个蛮喜欢尝试心的 开飞机 真的吗 你为什么沉迷一些交通工具啊 因为我觉得很酷 如果能学开火箭的话 就去了 肯定是学不了 因为这个是科研人员干的事情 对 因为我原来以为飞机也没有那么容易开 但现在就是开放可以去考飞驾照了 飞机就可以学 哦 是啊 是的 那你打算花多长时间去 他们说至少要两三个月的时间 嗯 你要把它花在那 如果开演唱会没什么事的话 可以去搞一下这个事情 哇 那我突然觉得你的演唱会策划 我想到很多登场的方式 要么就是开着你那个三轮的摩托 要么就是开着自己的飞机 空降现场 我很想在演唱会做 但我估计实现不了 火箭人员里边那个钝地树 就是从土地里砰钻出来 然后呜呜 其一站墙 哈哈哈哈 对 但不到估计很难时间 可能是一个很远宇宙的舞台吧 我记得 对 可能是吧 就我有刷你的一些社交平台什么的 很不爱照相 嗯 不爱 因为你知道现在很多女孩的日常就是拍照片 我吃饭 我会咖啡 我漂亮 我看书 但是你完全没有这种东西 对 我都是就不然催的不行了 然后发散战 然后告诉歌迷我还 我还在 哈哈 就是这种 就报个平安的一个音 对对对对 不然怕我消失了可能 微博上照片几乎都是 除了一些工作照 都是自拍 我也不会拍 所以就是只能是随便拍两下 那你是会有那种完成KPI的感觉吗 说到这个点了就必须得要自担 有 基本上他们就会催的很凶 去哪儿了 这个人怎么 就是不来陪伴一下大家 不关心我们 然后好 那我就找找有没有存货 然后发一张 所以还不一定是当下拍 对 哎呀 避免下次有这样的状况 我先拍个40张 对对就比如说这个时候有时间想起来要拍张 那就拍几张留着 那接下来可以让张总具体来分享一下新年的计划 综艺其实有很多在聊的 然后内容我还都挺喜欢 大部分都是跟音乐相关的 我自己也是很希望就是能够多多出现在大家眼前 就是让大家能够多了解我 然后看到我还在努力的工作 还抱各种班 在努力的做音乐 对 然后其他的就是专辑和演唱会是今年最大的事情 帮粉丝问一下 是上半年还是下半年就有希望看到 下半年下半年 因为就因为来不及 而且还有加上 今年演唱会整体复苏 然后场馆是真的很难定 是 很难很难 对我还是努力就是挑到周六这个时间 是比较合理的 所以就是只能是往后推一推 对 那大家如果看到官宣的话 就立刻抢票 海藻海藻的 好了 那今天谢谢张碧晨做客交给新朋友 谢谢 谢谢大家